接下來我們一樣 另外一個德國雜歌 德國雜歌最有名就是新世界交響曲 有沒有 有沒有小時候看那個中調 你摸得出來就是這樣 然後我看這個布奈斯音出來 哇這個很厲害 新世界交響曲 他也寫了一首很有名的 三重座叫杯歌 那一樣德國雜歌是哪裡 是捷克的 所以捷克阿修華麗東歐的 東歐民主制讓你使用他會特別的 一個哀愁在 所以現在這個其實一樣 ABAB 可是不斷的在對比 一開始喔 他是由大提琴繞出來的 小調的 然後中間會變大調 譜子裡面很會寫說這叫鐵人 然後又恢復到小調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A段 我給各位看 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這是小調 啊這是大調 又小調 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大小調 這樣好嗎 好 A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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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現在時間比較高分 那時候時間不高分 沒有什麼生活體驗 總之到什麼就生活中的苦澀與甜蜜 你看這個就是生活中的苦澀與甜蜜 那個大力氣拿出來好美 那小力氣做回氣那邊 然後中間剛醒的時候 他就稍微甜蜜一下 前面是苦澀 然後又甜蜜 就是這樣 好 這是一個大的A段段 可是這個 因為裡面的段落 跟檢文這樣一樣 大段的大段落 小段的小段落 有動點有句點有分號 可是你看啊 第二段的B的時候 沒有這麼悲哀 沒有那麼小小細節的那個不一樣 第二段的A 第二段的B 好 所以A跟B都不一樣對不對 剛剛那個超小高的舞曲也是一樣 前面 哇 其他 中間 好像快要跳起來那個味道 他就是 一樣 也是一個快的 一個慢的 一個對比 就在這樣 可是 到第二段的A的時候 只是樂器不一樣 一樣是ABA 不過 前面第一段的 剛開始是大不齊 拉出來的 可是後來 到第二段的A的時候 有鋼琴 主要的旋律有鋼琴表現 所以我們現在 退到 第二段的A的時候 你看 也是小調了 可是這時候的主弦力 由鋼琴來彈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好了 所以我們怎樣點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整個不會讓你們覺得說 很冗長 很不畏 它在肉 一臉不變之間 不斷經營的盛水 就是神能量 這大五的時候全部存在 好 那我們 就這個 這首 貝歌的第二樂章 那我從頭到尾 其實有什麼比那麼多 我就比一 一要 一就是比較慢的 二就是比較輕快的 再來 一又比較慢的 二又比較輕快 就結束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來以熱烈的掌聲 你們在這首 德佛達克的貝歌 三重生第二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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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ás next 四重生第二節 四重生第二節 八重生第二節 三重生第二節 三重生第二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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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